2022年4月3号朋友们 现在早晨8点32分 给大家听听这个 挺令人震惊的 那你们最近太累了 你们这个你们现在就 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不可思议 那我说你告诉人家是阴性 然后你告诉我 让我去打电话 告诉人家是阳性 这是什么鬼吗 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 我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就是彻底的扯一个字 完全把上海之前的 树立的所有的形象 全部给打发 就丢人丢到一 就变婚了 我早就提出来过来 你以为我 我作为一个专业能量 我早就提出来过来 专业人员发的声音 专业人员发的声音 现在领导不懂的人太多了 就是我作为一个 老板你也没反应这个问题啊 真的是这个问题啊 无能的人太多 我告诉他亲自无声带 你别把人家转走了 就在家里隔离 对 我都提了N次了 有人听了吗 没有人听那样 那你现在还来指着我 整个上海 领导现在是怎样 做什么东西的 都没有时间去做了 现在 怎么叫没时间 现在根本就没有 没有地方给你做 对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名字太厉害了 原样大于新冠 谁能够反应给领导去听呢 反应给这些市政府听呢 你这样 你把我的录音放出去 可以的 我也想去反应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对吧 你人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呀 人心惶惶 他单高就算了 就是当他一个打帽就可以了 对 就是担心后面的 老板心总是担心 对吧 我不跟你说吗 你就告诉他 你现在 彩阳是阴性呀 就是因为彩阳是阴性 你知道吧 不是 彩阳阴性 你不是从健康人上看到的吗 对呀 我跟你说健康人是不能看的吗 阳性都是我们通知的 不是健康人上 看出来的呀 对 都是你们通知 这个东西就假的嘛 老板心看到东西就假的嘛 现在 对 对 只有阳性是我们通知的 现在问题是这个 这个 我现在不懂呀 现在 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的绝望 知道吧 咱也能让我们做的类似了 我们今天要叫他 你们很辛苦 而且我看了这个领导 麻烦你了 浪费你时间了 但是我还是想去 跟我父亲去沟通一下 然后安安安 主要是安慰他们 好吧 后面的话 我是让他们说 不是 你要这么跟老伦说 就是说 你现在他们主要的恐惧是担心 因为之前媒体的一些宣传 要死人的 这个是他们最害怕的 这个我们 我们做孩子已经普及过了 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感冒 我们也是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一定要宣传这个口径给他 知道吧 就是得了一次感冒 然后你又打了三针 你有足够的体内的一个免疫力 即使现在排病毒 但是你表现出来 滋软很轻 那就是疫苗的功劳呀 你要这么跟他说呀 然后他不用担心呀 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在隔离点 其实是最好的 知道吧 对的 在隔离点是最好的 隔离点 就是转移了 不是 你现在不是已经在隔离点吗 哦 明白明白 对 他现在做的还是套套 对吧 你真的到方舱医院去 那个环境 你妈去过了 你就知道了 那个真的是让人绝望了 知道吧 是的 都是没办法 是的 对对对 老百姓最苦 说白了 还是老百姓最苦 对吧 要被逼疯了 知道吧 我们专业系统 也要被逼疯了 知道吧 这个女的就是专业机构的 好像疾控中心的 然后这个 他说是假的 弄虚作假 说那健康云上面显示阴性 但是非要通知人家是阳性 而且渲染 说这要死人的 实际上绝大部分人是轻症 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个女的好像是民主党派的 说是志工党是什么 农工民主党的 农工民主党啊 不是中共党员 也是个专业人员 他说你可以把这个录音放出去 放到全世界去 让大家知道真相 我们并不都是饭桶 我们也很着急 我们是专业人员 但是领导不听我们的 哎呀 中国不就是这样吗 是吧 中国这个决策就是外行 是吧 一群没文化的土包子 在领导着一些内行 是吧 你大的事 包括这次的防疫 包括什么三峡大坝 包括整个中国国家战略 是吧 应该跟谁好 是吧 尽什么 尽闲人吧 什么远小人 此先汉之所以兴盛也 是吧 哎 你应该跟谁好 是不是跟美国日本搞好关系 跟欧盟 是吧 跟澳新 是吧 你你怎么会跟一个 到处侵略的 拿大炮飞机去轰炸 是吧 俄罗斯这样的 对不对 你不你不去支持乌克兰 你去支持俄罗斯 是吧 当然乌克兰有问题 有问题也不能因为 因为你有问题 对吧 那俄罗斯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对吧 哎呀 你以这个为借口 你能侵略全世界所有国家 对吧 你缅甸还有呢 缅甸的少数民族叫罗兴亚人 他有没有问题 对吧 那你就去干涉缅甸吧 嗯 感谢观看